《香港警嫂》 既是香港警嫂 又是香港警察 做了近十年家庭主婦的阿欣 終於在今年圓了自己的警察夢 我畢業之後想投身警務工作 所以就去投考 很不幸 我先生投考到我當時失敗了 大宗少年式開始 阿欣就欽佩警察正義而威風凜凜的形象 卻經歷兩次投考失敗 而後的他結婚生子回歸家庭 過著安然平靜的日子 卻不曾想 一場突如其來的社會風波 改變了周遭的一切 2019年下半年 黑豹席卷香港 香港警察保守誤解於壓力 甚至有暴徒潛伏在警察住處附近 騷擾警察及其家人 住在元朗警察宿舍的阿欣 一面實施揪心的丈夫的安危 一面要保護兩個年幼的孩子 出入家門都要格外小心 這樣動盪的環境 卻讓阿欣重新燃起了投考警察的夢想 當時來講做一個警務人員是很辛苦 也都很危險的 但是我會覺得 如果當時香港的環境 是沒有了警察 會變成怎樣呢 可能會比現在更加亂 我既然想保護自己的家 那為什麼不索性 就是走多一步 保護這個城市 因為當時消磨工作 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我覺得自己都還有能力可以 回規這個社會 和可以為警隊出一分力 不只是在家去擔心 可能我可以走多一步去做多些事 下定決心報名投考後 阿欣開始展開體能訓練 每天堅持長跑五公里 當時體重超過140斤的她 有點擔心體能測試 但更讓她擔心的是 如果投考成功 將迎來27週的訓練 期間必須留宿警察學院 兩個孩子該如何照顧 丈夫和母親都讓她放心家裡的事 而12歲的大兒子的態度 更是讓她既欣慰又辛酸 今年3月阿欣正式進入警察學院受訓 每天就要進行密集的體能訓練 欲要為減重而控制飲食 這讓做了近十年家庭主婦的阿欣 感覺有點吃不消 很累 很辛苦 很累 都會有氣餒的時候 可能去到某一個樽頸位 體重停了落不到 還有自己跑步的速度 為什麼好像沒有進步過呢 當時都會有些想放棄 但是到最終自己想回 為什麼當時你要考進來呢 如果你是這麼容易就放棄的話 為什麼要從一個舒適圈跳進來呢 再想通之後 再加上他們體能教官 他們同學之間 他們不斷鼓勵 可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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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住呀 一關一關就捱過去了 27週的訓練結束後 阿欣從140斤瘦到了104斤 母親見了直言心疼 她卻覺得現在的自己更加健康自信 穿上帥氣的警服 20多年的夢想終於成真 目前服務於屯門青山分區警署的阿欣 堅定的談到 未來一定會秉持香港警隊 忠誠永逸信息社會的精神 為市民提供幫助的同時 也讓更多人了解警務工作的真理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